温柔竹马和田匠校草应该选谁? 这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用操心的,剧姐自然也没有这个烦恼。 不过,最近一部新剧的女主友,大家来帮她选一选吧! 人不彪悍往少年。 这部剧的配置可以说是相当的简朴了。 剧作改编自一个贴子,原贴都没有成型的故事,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关于青春的记录,改编后也没什么大制作,演员配置里也就猴名号一个熟练孔,而且小猴子目前还没什么带动点击率的能力。 但是就这么一部剧,居然又带起了一波关于青春和怀旧的热度,还拿下了豆瓣7.9的好成绩。 这部剧改编自天涯热贴,故事发生在1996年,主要围绕着女主杨夕展开,讲的是18岁的女孩和两个男孩子的故事。 剧里也用了不少场景和道具来体现那个时代的风格,各种怀旧的东西,画面也做了泛黄处理。 不过,剧中更多表现的是青春的张扬和紫义,就像剧名一样。 女主角杨夕,万鹏氏,是个活泼好动,张扬热情的小姑娘,性格大大咧咧,成绩已太糊涂,但是体育是长相,一万米跑起来也毫不吃力。 因为性格开朗,她深受大家喜欢,所以虽然成绩不太好,但是一直被推选为班长。 杨夕有个同年同月同日生,住上下楼的青梅竹马,名叫李渔,张耀氏,这是个温柔稳重话不多的男孩子,有什么都埋在心里。 她长得很秀气,成绩很好,因为不爱说话而被同学们认为是高等学霸,其实她性格很温和,是老师家长眼中的好学生乖孩子。 她一直偷偷喜欢着杨夕,明里暗里对杨夕好,然而可惜的是,她却不是男主角。 男主角是转校生花彪,猴鸣好事,花彪人如其名,非常彪,而且是在各个方面。 她人长得很俊俏,成绩优异,性格好,热爱运动,爱说爱笑,几乎集合了杨夕和李渔的全部优点。 而另外一点是,她热情仗义,而且一言不合就开打,虽然随身带钢管的事是谣言,但是刚一转学来,就把校门口总是欺负学生的小混混们给收拾掉却也是事实。 如果非说有什么不太好的地方,可能就是家庭条件不好,而且人有的时候实在太虎了。 她和杨夕李渔认识,就是因为她的虎。 花彪是重点中学的前三名,而杨夕李渔在普通中学,他们都是开学要升入高三,备战高考的学生。 然而花彪擅自使用实验室,而后又因实验事故导致爆炸,还炸伤了楼下正在追赶偷车贼的杨夕。 而花彪也因为这次事故被开除,不得已转学,而好巧不巧,她正好转到杨夕的学校,还进了杨夕所在的班级。 杨夕因为无望之灾而没办法参加可以获得高考加分的体育比赛,这可能会导致她上不了大学。 花彪作为肇事者,自然要担负责任。 于是她不仅做了杨夕的腿,每天背着杨夕到处去,还提出要帮助杨夕提高成绩。 然后,她就研究出了一个新型作弊手法,EMMM,学霸都是这么不走寻常路吗? 不过,虽然花彪和杨夕领渔,以及班级上的其他同学的接触,他们慢慢成了朋友,还组成了飞车舞人组,互相帮助,一起玩耍。 而花彪和杨夕也逐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 他们经历的青春,可能和我们经历的不太一样,稍微带着一点电视剧的夸张,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狗屑的事,关于青春的懵懂,也都是暧昧和懵懂。 其他的,诸如成绩啊,高考啊,各种繁衍繁琐的点点滴滴,虽然当时感觉会很无聊,但事后却都是美好的回忆。 不过让观众激动的,还是剧中的CP都非常萌。 首先说青梅竹马的养于CP吧。 从小一起长大,习惯生活中有彼此,在外高冷的鲤鱼在杨夕面前,就妥妥是个小暖男。 杨夕常跑,他几时,做一手好菜,就为了给杨夕吃。 即便不做菜时,也是把水果剥好投喂。 为了载脚受伤的杨夕,特意在自行车上做了个放脚的支架。 当然,杨夕也投喂过鲤鱼,感觉这都是非常自然的事了。 因为杨夕脚受伤,鲤鱼还各种背着她。 在公交车上,有公交色狼,鲤鱼就发立即走她保护杨夕。 即便是吵架了,也是一个顿时就能微笑出来,瞬间和好。 她俩最接近那次应该就是鲤鱼生病的时候,杨夕说什么都是你的,鲤鱼趁机表了够白,可惜太委婉了。 杨夕只是尴尬地抽回手,并没有回应。 鲤鱼做事都是默默的,所以心大如太平洋的杨夕根本就没察觉出来,以至于让后来者抢了仙机。 这个后来者就是花标。养标CPE呢,互动就比较大幅度了。 比如,